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浪》 我是李慧怡 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夹晚的收市情况 见到纽约股市下跌 投资者普遍预期美国联储局 下月政策会议将会加息0.25厘 独禽斯公益平均指数收报33646点 跌38点 跌幅0.11% 标普500指数收报4091点 跌16点 跌幅0.41%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1929点 跌102点 跌幅0.85% 美国联储局3月政策会议的记录显示 两间地区银行倒闭后 几名联储局官员曾考虑暂停加息 但最终都认为打击通胀是当务之急 同意继续加息 部分官员更认为 如果不是银行业最近发展将会考虑加息半利 另外美国3月消费物价指数按月上升0.1% 少于市场预期 因为汽油价格下跌 指数按年上升5% 同样少于市场预期 亦是2021年5月之后最少的升幅 不过扣除了食品及能源价格的核心指数按月上升0.4% 按年升幅扩大到5.6% 结束了连续5个月升幅放缓的情况 反应核心通胀仍然有过耳的迹象 看广告美国预测证件的表现 看到ADR普遍下跌 汇控之下给本港收市升0.61% 腾讯跌1.48% 阿里巴巴跌4.15% 美团跌2.64% 看看欧洲股市的表现 欧洲主要股市是上升 倫敦富士一发指数 收报7824点 升39点 法兰克福低指数 收报15703点 升48点 巴黎克指数 收报7396点 升6点 太密油价的表现 原油期货价格上升 美国通胀有降温的迹象 投资者憧憬翻加息周期将接近完结 舒缓美国原油库存上升的影响 纽约其油每桶报83.26美元 升1.73美元 伦敦布兰特其油每桶报87.33美元 升1.72美元 看看金价 外围金价靠稳 受到美国整体通胀回落支持 纽约其金每盎司报2024.9美元 升5.9美元 看看美元回价 美元回价下跌 美国3月整体通胀回落超出预期 投资者估计联储局下跌加息 0.25美元后 加息周期将完结 不利美元表现 看看最新美元回价 港元7.849 日元133.089 欧元1.1 英镑1.249 瑞士法郎0.896 家元1.344 奥元0.669 紐元0.621 看看美国各负债院 10年期债院报3.4厘 30年期债院报3.64厘 30年期债院报3.64厘 这个时间看看港股最新走势 看到恒指已穿了2万点 最新跌的是356点 最新报19955点 各企指数最新报6733点 第134点 大市城交站 三十九十一亿左右 这环节上差不多了 稍后回到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 月财问大家提醒你 现货黄金买入价 2016.81美元 卖出价2017.1美元 现货白金买入价 25.477美元 卖出价25.506美元 以上资讯由月财问大家提供